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说八卦掌第三个基本功 这个名字叫瀑布穿掌 这个功法它非常有特点 咱们这个成牌八卦掌啊 咱们这只属于底盘掌 它为什么叫底盘掌呢 就从它的基本功开始 它的所有的核心功法 全都间接在底盘的这个基础上 瀑布穿掌这个功法它的特点是 针对你下盘的力量 耐力 柔人性 协调性 它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现在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以咱们这个脊柱为轴 以头顶叫须领顶进 往下一次放松 全身所有的关节都不要用劲 自然而然的 就像一个人提领着你自然下锤一样 大概这个步骤呢 就是你自然放松这一步距离 瀑布穿掌啊 有很多细节 我呢一边演示一边来跟大家说 首先咱们先说脊柱 内加拳讲叫立身中正 从你的百会学 一直到围骨尖这一条线上保持自然直立放松 然后啊咱们说这个胯 我这衣服有点长啊 这个胯呢在你能够自然放松 这个前提下你尽量把它展开 把它打开 八卦掌跟行义拳区别在哪 行义拳你胯是收着的 咱们八卦掌要求展开 这个呢千万不要混 有的人说你这个八卦掌 这个胯应该是收紧的 错了 那个不是八卦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然后再说两边 你的胯尽量把它展平 然后双手保持八卦掌的掌形 自然向上打开 然后反拧 保持一条直线 你不能说前手在直线上 后手背过去了 或者高去了 这个都不行 两肩自然放平 双手自然反拧 先向一边倾斜 这两个手啊 跟你的这个两胯一样 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 好我来演示一遍啊 前手反拧 后手也反拧 两个肩一定要沉下来 千万不能说你端着肩膀 这个也不行 好 前手自然放松滑落 从你的膝关节 一直到你的脚尖 它就像滑轨一样 像这样 有一个自然滑形的一个轨迹 手背贴着膝盖 沿着腿外侧到前脚 这个时候啊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你的胯 咱们正面的时候 胯从这个方向 你要坐的时候呢 你要把胯转过来 身体要趴在腿上 然后就是膝关节了 自然展开的时候 膝盖是朝前的 咱们转过去往前坐的时候呢 膝关节要转回来 这边从铺部 变成了像这样的公布 这个时候你的胯 需要这样转过来 还有一点就是 你过来的时候 这个脚啊 看到没有 你不能这样去拖着 这个也不对 脚落在这了 就放在这了 不允许动 好 看我再坐一遍 向前滑 一定要保持身体这个弹性 向前坐 然后后手啊 不能高 也不能低 也不能左右乱摆 不管你怎么拧 你看 身体它是在一条线上的 前手啊 踏掌 坐腕 身体合住了 把这个胯转过来 膝关节变成公布 向前 这边还有一个细节 你不能这么撑起来 一定要放下 放松 身上一点劲都不能有 看我做几遍 关于瀑布穿掌啊 下盘的细节非常重要 现在呢 我再详细给大家 再展示一点 就是当我们现在 做这个瀑布静态的时候 我的膝关节 还有我的胯关节 这个胯骨缝 是朝前的 朝这个方向的 当我要做瀑布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方向转过来 换一个方向 你看 瀑布 它是可以滚动的 跨骨呢 跟这个瀑布同时转动 向脚尖的方向 把这个动作转过来 然后去完成它 这个就是细节 下面呢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背部的细节 咱们再说这个 手臂的细节啊 手臂 是被动的 主动的是身体 这根中轴线 你手臂的 所有的这种动作 你看 全都是靠你的脊柱 去带动的 脊柱是主动 四一级是手臂 最后才是你手的动作 当身体演练这个滑轨 手臂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 脊柱非常重要 它是主传动轴 其次带动手臂 最后才是手 然后两只手要在同一条直线上 不能上下左右 不能这样乱摆 一定要控制住 身体 带动手臂 手臂带动手 这个关系千万不要错 现在啊 跟大家再说一个 这个 在练习基本功当中 初学者特别容易犯的错误 而且这个错误还特别严重 先说第一个 憋气 就是在你练的时候 憋着气做 拦着一口气 用不了多久 你看你这个胸压 那个颅压 你血压就会升高 一会儿点就憋红了 时间久了之后 你会得心脏病 高血压 这个对你身体危害非常大 还有一个就是 咱们这个膝关节和胯关节 在你练习的过程当中 这个错误呢 会让你这样横着走 让你这个构架 这个结构 还有这个重心 全都是错误的 而且呢 咱们的这个膝关节 生理弯曲 它可以 但你这种违反生理弯曲 这种横着这种碾动 对你这个半月板 压迫非常大 练不了多久 你的膝关节就会毁坏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错误的 再一个呢 就是肩关节 咱们八卦掌啊 讲究是前后两手力相通 但有的人呢 他协调性不好 他练到这儿 他背着手 等于呢 你就是单边了 把这边扔了 这个不对 这个也是错误的 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 这个呢 也是我以前经常用的 找一个绳子 两头拴住 高度呢 从你的这个腰 这个高度开始 初学的时候啊 不要追求于这个高度过低 这样没有意义 会给你身体造成 严重的伤害 咱们呢 就从这个高度开始 看我给大家做个示范 关于绳子的高度啊 咱们得说一下啊 刚开始练的时候 你根据自身的条件 因人而异 最高呢 在你这个横膈膜这个位置 最低呢 不要低过胯 我这个呢 是曲忠稍微偏低一点 这个 咱们初学的时候 不要求过低 这个要求过低啊 你身体你达不到 反而会给你身体造成伤害 这个不对 不可取 所以一定要 量力而行 因人而异 然后这里边啊 就有个细节了 就是当咱们 瀑布过来的时候 很多人啊 以为是往前探 往前探对 但是不够仔细 应该像这样 好像你前边啊 有这么一个圈 身体呢 趴在腿上 膝关节转过来 你从这个圆环之中啊 穿出去 大概有这一个指向性 回来的时候呢 前后手在一条线上 由你的脊柱 带动手臂 再带动你的手 这个联动关系 千万别错啊 回来 趴在腿上 然后向前钻出去 再回来 就好像你从这个圆洞之间 从这个角度上钻出去 这是细节 千万要记住 接下来咱们继续说 这个瀑布穿掌的用法 瀑布穿掌呢 在八卦掌之中啊 尤其是城派八卦掌之中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你像掌法 还有八卦剑 八卦刀 八卦月 很多招式 包括身法 步法 都是基于在这个瀑布的基础上的 然后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当对方 所以向我进攻的时候 我去破坏对方的结构 把对方的重心 往旁边散开 这个时候 我就利用瀑布穿掌 它突然迅猛的这个特点 突然从对方眼前消失 消失在哪 在人看不见的这个位置 咱们大家都有一个视频线 一般腰以下呢 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这个时候 我突然破坏对方的结构平衡 然后 我突然下潜到人一个 很难 就是突然反应过来这个位置 我用我的肩膀 还有我用的步法去卡位 卡住对方的中线 我向前一穿 这个时候 对方马上就会失去平衡 同时还会失去重心 然后就会被我撞飞出去 打法定要先上身 瀑布穿掌 不要只看手 要看身 所有的这个发力 还有你的重心结构 都离不开身 这个非常关键 咱们再继续说 瀑布穿掌 并不知是只有一种用法 它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借力打力 当对方已经形成这种攻势 给我制造麻烦 那是怎么办 利用瀑布它的身法 当对方全能打过来的时候 借力打力 顺势 我把我的这个腿插在对方中线 然后我用我的身体去挤住对方身体 同时我把手伸出去增大摩擦力 紧贴着对方腿 防止对方起腿 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给对方造成失重 然后我就可以攻击对方了 这个是瀑布穿掌另外一个用法 现在我们继续打好 在这的东西上 现在我们继续打好 我们在这里 好 不知道